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陳所長還有各位貴賓 還有各位學員大家好 很高興下午我們有這樣一個自閉症的專題 下午的節目真的還蠻精彩 不過我知道大家剛剛吃飽 所以如果都給周公聽去了有點可惜 所以如果你想睡的話不要客氣 動一動或者甚至站起來一下 然後努力維持你的清醒 那我們都知道自閉症的孩子 尤其各位這邊有專家學者 然後也有實務工作經驗者 那我們都知道我們接觸久了都知道 自閉症的孩子真的是變化萬千 各種症狀的程度不一樣分佈不一樣 然後年齡不一樣智力也不一樣 真的是蠻複雜的 而且我們知道自閉症大概不是你做完早聊就完了 沒有好起來 那真的是它是長期的 我們都知道早聊早聊 你早點開始的確有好處 會效果會蠻好 可是不是就完了 我們都看到更大的需求是在後面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不過我們就是剛開始陪伴孩子跟家長走正確的路的話 真的成功的機率會比較大 可是我們也要考慮到這是長期一輩子的事情 而且不光是孩子本身 還包括父母 包括整個家庭 還有將來社會的接納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議題 那我們也知道自閉症越來越多了 那不敢說是診斷的敏感度增加而已 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我們大家也都知道在國際上也看到 各國的自閉症的發生率都越來越高 診斷率越來越高 從千分之一到現在百分之一 現在是已經是六十幾個一個了 越來越多 而且我們對嬰兒診斷也越來越有經驗的話 真的會及早發現 所以我們及早發現及早做處理 真的是會有一個好的開始 不敢講將來已經就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今天下午四個子題 第一個子題就由我跟大家報告醫院的模式 那後面我們還有機構的模式 還有從神經生理學 神經認知學 還有從心智理論 然後搭到我們的臨床實務工作 真的是非常有趣 那我這邊就以醫院模式為例 那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在醫院裡面 就是已經有一些跟過去比較不一樣的 那我自己工作是這三十五年來 全部是專業的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 所以我就一直在看兒童跟家長 那尤其是近二十年來是以早療為主 所以看的孩子是真的是相當多 那我自己有些孩子三五歲來看我 現在已經結婚了 已經成有家庭了 所以這麼長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 真的孩子的需求是多方面的 而且是長期的 那當然我今天其實不會主要講自閉症的診斷 因為我想我們大家都是本來就講自閉症 那不管DSM4跟DSM5 我們知道我們面對的就是一堆這一堆孩子 雖然在DSM5有把它分開了 不過我們還是就是針對這一堆孩子 那雖然今天主題是自閉症 可是在我們的理念裡面 我們知道自閉症它是一個發展障礙 那不會說因為我診斷它是自閉症 它的問題就只剩下跟自閉症的症狀相關的問題了 我們都知道它是一個孩子 一樣有一班孩子的問題 一樣有一班發展置換孩子的問題 比如說不會說因為我診斷它是自閉症 所以我就不必管它的動作協調問題 不必管它的其他方面的問題 它還是一個孩子 那我們也發現 在我們的臨床服務裡面 其實我們仔細去做孩子的評估的時候 完整的評估的時候 會發現自閉症孩子一樣有不少比例 有粗動作的問題 精細動作的問題 語言發展的問題 還有有的有知覺的問題 我們甚至也包括發現他們有聽力視力障礙的 也有可是被忽略了 因為他不理人 因為他自閉症 所以就沒有注意到聽力的問題 其實一樣都有 我們還是要當他是一個一般的孩子 有這麼多的發展層面都全面要顧到 因為這些都是將來的基礎 我們不能把它的重點只放在他是自閉症 我們就只管那三大症狀 或者相關的症狀 其實整個還要做一個完整的評估 因為我們會發現說他有自閉症 然後又有其他的發展的問題的話 實際上加起來會更複雜 更困難 所以全面的發展還是非常重要 OK 好 那發展此外 我們這就是跳過去了 我們很清楚知道 他其實有各種原因 各種不同的變化 隨著年齡也有改變 所以真的還是需要一個完整的評估 所以在我們中心 我們就是把自閉症的孩子當作是 一個完整的對象 所以他各方面 我們還是按照一個發展指揮的孩子 我們應該給的 我們全部都還是要給 那當然針對自閉症的這個症狀方面 我們會特別再給他 他需要的 好 那大概是這個地方 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因為就是當年真的是 這種的努力 像台北市政府要求 有這麼一個地方 說孩子需要一個完整的 一個兒童發展評估中心 所以我們有了 從兒童心智科 然後委託 委託給兒童心智科做 有一個民生早療中心 大家大概聽過 早療中和服務中心 三個跨局處的合作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實際上非常棒 就是有醫療 有設政有教育 非常密切的合作 而且是在同一個單位的合作 不是大家互相轉接來轉接去 所以這個經驗非常棒 那如果各位的單位裡面 有不同的類型的專業人員 真的非常鼓勵大家互相密切的合作 因為在密切的合作當中 我們可以跟別人學到很多東西 也可以比較完整的提供給孩子服務 那這些孩子真的需要一個完整的服務 我做那麼多年來 那我的團隊是一個大團隊 各種專業人員都有 那我的經驗是 越接觸久 我越謙虛 因為會發現很多是你不懂 而別人懂的 你處理不來的 剛好就是別人可以處理的 所以你必須要懂 不然你自己也不知道 那你不知道怎麼幫忙孩子 所以真的需要我們大家互相學習 所以一個完整的團隊的經驗是蠻重要的 那所以就是因為民間的努力 還有政府的配合 所以有了我們所謂的早療中心 所以這個地方就比較特別 因為是各行的專業人員在一起 好 我們主要是提供12歲 其實主要是6歲以下 後來也是擴展到12歲以下 那有 在醫療團隊方面我們有包括各科的醫師 那還有治療團隊有各個治療師 還包括特教老師在裡面 OK 好 那我們就跳下去 好 那首先說就是對於自閉症的服務來說 醫療界則無旁貸的是 做一個正確的診斷跟評估 我想過去大家都有經驗說 父母帶孩子到醫療單位 可能就醫師看一看 大概花半個鐘頭算長了 50分鐘算長了 看一看然後就診斷了 好 那很多家長就說 就沒有辦法接受 好 為什麼你就可以這樣就診斷了 好 好 那其實我們的一個診斷 其實是真的是一個所謂的Full Diagnosis 好 那它需要的是 好 多專業的團隊模式 好 還有我們專業間的互相合作 好 是一個團隊的一個服務 好 好 那所以到後來 我們的評估 對不起 好 好 這個我想大家都沒問題 就是評估實際上真的是要多專業 多來源多相讀多方式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採用了聯合門診 包括聯合評估 就是由不同的專業人員一起來做 雖然像我經驗那麼多了 一個典型的自閉症孩子進來真的 有時候很典型的他不要多久 我看了兩分鐘大概 有時候不要兩分鐘就很清楚 或者家長一講 可是他的 同樣是自閉症 可是他各方面的能力到底怎麼樣 他的特質是怎麼樣 實際上是需要個別評估的 那當然還有一些就是 就是高功能自閉症 亞斯伯格症 或智力比較高的 他症狀沒有那麼明顯 我們後來都知道 iContact不好 並不見得是自閉症 一定有的 有的iContact很好 所以你看 微笑著看著我 然後 不但看我還微笑 這一定不是自閉症 好多人跟我講過 甚至我有個孩子 一拿去拍影集 還有人告訴我的同行 你是不是診斷錯誤了 笑咪咪的 一直看著你 絕對不是 所以在醫師看門診的時候 短短的一個時間 孩子並不見得懂得說 因為你要診斷我了 我要把我的症狀表現出來給你看 讓你好診斷 他可能這個情境 剛好他喜歡的 他又喜歡你了 我們知道自閉症很有選擇性 他突然看到某個人很喜歡 一下就跟你很熟 跟你很好 你就覺得他絕對不是自閉症 你看這麼好的人際互動 而且還主動性的 這都不是 我們今天多了知道 自閉症各式各樣都有 很少有哪一個症狀 除非你去做比較詳細的神經 心理或什麼之類的 一般以行為來說 沒有哪一個症狀是絕對是 有了這個症狀 就一定是自閉症 尤其是當高功能自閉症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知道 經驗久了就知道 很多的自閉症孩子 不同的智力 不同的環境背景 不同的經驗 你症狀可以很不同 蠻不同 所以你真正要去診斷 他自閉症你要很詳細 不是光憑你看的那個短短的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除了 醫師還包括治療師 我們要請 我們的個案一定會請老師填問卷 他在團體裡到底怎麼樣表現 然後也會有多相度 包括他的一些各方面的表現 包括他的動作 他的智能語言各方面的 我們還有多方式的 有的在側眼裡面表現很好 你覺得都過了看不到 可是你在自然情境裡面 就看到他那個白目的一塌糊塗 你就知道這小子真的是有問題 非常明顯 所以我們要不同的方式 做一個完整的評估 才比較正確的能夠說 他是自閉症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真的會漏掉的很少 有的會覺得 老師明明長期觀察他就是 為什麼 到了醫療院的時候 醫生說他不是 實際上我們如果完整的 每一個角度都看到 在家庭裡的表現 在我現場的表現 在測驗裡的表現 在學校的表現 我們都搞清楚了之後 這個診斷的正確度 真的會提升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敏感度 是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就會有聯合門診 還有就是 自閉症的孩子他也可能有其他問題 很多有生理上的一些問題 有神經學障的問題 有的有 我們知道過敏的比例也蠻高 聽知覺有問題的也有 有的包括有視力問題 都有 所以我們有聯合門診 不要漏掉了孩子 有一些可以處理的醫療問題 我們沒有處理 所以我們會有醫師的聯合門診 然後各個治療師的聯合評估 那評估的方式我們有團隊的 有個別的 那如果任何一個專業發現 還有譬如說 醫師沒有發現 他有聽力問題 可是到了語言治療師 在做評估的時候 發生不太對勁 不只是語言慢 他可能還有聽力的問題 還可以再轉介 所以不是光醫師在做 所以這整個團隊 任何一個人發現 任何一個專業人發現 他有其他的問題 都可以做建議去做 所以我們就不會漏掉生理上的 還有各方面的一個狀況的評估 那當然要追蹤 好 那 好 聯合門診 我們就包括心智科的醫師 包括眼科的醫師 耳鼻後科的醫師 復健科 小兒 神經科 對不起 這是哪一科 船 OK 我看我這邊比較清楚一點 遺傳 我們發現其實有的有遺傳的問題 我們叫FraJX或什麼的 有 那如果我是精神科醫師 我可能不是那麼懂 所以我需要其他醫師來一起做 所以我們有聯合門診 那真的是一起看 所以三歲以下的孩子 尤其第一次診斷的 我們會給他看一個聯合門診 這樣比較完整的看過去 比較知道 我不會漏掉什麼其他 我不懂的 不是我的專業問題 好 所以 尊重別的專業 也知道 需要別的專業合作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好 各種評估 因為各種治療師都有 所以他們的專長就可以來評估說 在我這個領域 這個孩子可不可能有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 好 那 0到3歲 我們會優先 那我們有小團隊評估 有大團隊評估 0到3歲的孩子 尤其是0到2歲 嬴幼兒 我們就不希望他一站一站去做 對 那我們就是我們一個專業團隊一起去看他 好 那這個經驗當初是為了說 不要讓家長跑 為了服務 後來我們發現 我們自己的專業人員也成長相當多 因為你一起看的時候 大家可以這樣 互相討論 好 譬如說 我說他視覺接觸不好 另一個覺得很好啊 沒什麼問題啊 同樣的一個表現 我們可能標準不一樣 對不對 治療師常常讓家長 醫師治療師都有 你講A他講B 兩個人甚至是相反的 家長無所思從 到底誰對 再去繼續找 找很多 還是不知道 大家現場一起看 一起看一起討論 你就知道說 到底是怎麼樣 對 那這個發現對專業成長非常棒 所以這個就是對家長有幫忙 對治療師 對各專業團隊的成長也非常有幫忙 所以一個團隊剛開始的時候 我會蠻建議這樣去做 甚至包括醫師跟治療師一起 因為常常有醫師跟治療師講的是相反的 或者不一致的 所以大家互相增進了解 也互相促進專業成長 好 那小團隊評估就是 他如果需要好幾張 我們也不希望他跑太多次 那又不一樣 所以就是比如說OT跟PT一起評估 那心理師可能跟語言治療師一起做 那就是可以有互相的合作 而且減少評估時間 所以那有的就是說 也不可能在現場每個人都一起做 所以有的我們就可能就是 全部由心理師來做 那其他人在旁邊 你看到心理師有的地方沒做的 我們就下去去做 那大家事先甚至會先討論這個個案 他比如說他是以自閉症為主的話 我們可能有心理師做主測者 其他人在旁邊 那如果他是以MOTOR為主的話 就是由PT或OT來做 然後家長也在現場一起看一起討論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 所以這樣的一個評估 在過程當中會讓家長 比較清楚看到孩子的表現 也可以現場跟家長討論 那完了之後 家長會比較清楚知道那個過程 而不是說我們只給小孩做測驗 家長不在旁邊的話 真的他還是搞不太清楚 那現場其實就是很好的一個教育 完了之後 當然專業人員還要討論 然後達到共識再仔細的說明 我發覺對於家長接納孩子 還有知道將來療癒 要怎麼做 那其實這個說明非常重要 我們發現醫療界這一點必須做得不錯 那現在是比較有進步 因為有找了評估中心 被要求要評估報告書 清清楚楚用中文寫給家長 我想大家很多人看過這份報告書 我自己覺得說他非常有幫助 我們從以前設計到現在 會覺得對家長很有幫忙 因為他可以有一份中文的回去看清楚 到底你評估了什麼 你的結果是什麼 你的結論是什麼 它是什麼診斷 我應該要怎麼做 你的建議是什麼 就非常清楚 那當他拿去給別的醫生看 或者別的單位看 到後面要去學校了 要去機構療癒的時候 也有清楚的一份報告書 所以不會說他自己講不清楚 我們知道家長不是專業人員 你在那邊解釋半天 尤其還用專有名詞的時候 他回去沒有記多少 所以這份東西我覺得是非常有幫忙 對大家的提升跟溝通 好 那這個就不講 那我在我們中心 自閉症的診斷 算是蠻多的 尤其是在複診 最終率相當高 好 那我想大家 當然在前面 未來要再做一個完整的評估 除了請老師 家長填問卷 了解他的情況 家長報告 我們做測驗之外 我們會在來之前 就請家長填基本資料 所以他小孩在家裡的情況 有什麼表現 有什麼特殊的地方 還有我們要知道 譬如說你有沒有常跟他講故事 你家裡有沒有故事書 他都玩些什麼玩具 玩多久 這些我們都會先用問卷 先請他填好基本資料 所以這樣在看診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清楚 會比較快進入狀況 所以整個一個所謂的full assessment 就會可以比較做得成功一點 所以對自閉症來說 我們發現full assessment非常重要 因為它有些表現不是sign 不是你可以一眼就看到的 皮膚的顏色或幹嘛的 它是行為表現 很需要旁邊的人觀察了以後告訴你 因為它現在不見得表現出來 所以你這些收集得越完整 其實我們會越快做正確的診斷 比較清楚 好 那療癒 療癒我們是 當然大家都一樣 只是這個地方 讓我們的跨專業會比較密切的合作 因為這是一個大團隊 而且是循序漸進的 我們有初階 中階 高階 進階的 有小團體 有個別 然後有稍微大一點 五六個團體 我們特別注重親子課程 還有親子課程 就是一起上 那有家長的討論會議 有家庭方式 還有滿一度調查 這一個一個來 好 那我們自閉症 我們也是一樣納入這個系統 就是說你個別的 某些方面的能力特別弱的話 當然個別治療 不管是動作或語言或各方面 那再來他慢慢長大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他可以有一些互動的 有基本的能力的時候 就會有小團體 所謂的寶貝互動班兩個的 然後有家長在裡面 那帶這樣的小班 讓他的基礎能力 能夠更提升一點 再更好的時候 就有更高一點的班級 那到最高的時候 就是注意力訓練 人際互動訓練 情緒的了解跟掌控 特別是自閉症在這一塊 通常都是這樣的班 所以我們的班 就是按照這樣的一個理念 去設計的 好 所以他孩子跟家庭 看完門診之後 我們有團隊的評估跟解釋之後 我們有個案討論 整個團隊會先討論 這個孩子是什麼狀況 他需要什麼樣的療癒 我們知道有的孩子 可能評估結果是他這方面慢 然後要做好多評估 可是還有家庭有狀況 那到底你應該先做什麼 什麼優先 你的重點在哪裡 其實我們如果沒有好好的 跟家長討論清楚 或讓家長了解 其實家長就骨頭蒼蠅 我有什麼就去做 所以一大堆的療癒排了很多 所以這一戰是非常重要的 你整個團隊討論清楚了 他最大的重點在哪裡 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應該先做什麼 那一點很重要 然後跟家長解釋之後 再開始轉介 所以可能有治療課程 做完之後 可能到進階 也可能我們要再討論一下 要重新轉介 這每一個過程 實在是裡面 我們有一個很有標準流程的做法 那家長親職的話 我們配合孩子療癒課程有多種 而且是一定配合親職課程 在我們中心的話 孩子的療癒幾乎一定有親職課程 不會讓孩子在裡面療癒就好了 家長可以喘息在旁邊 然後可以去逛街或幹嘛 我們一定要家長配合做親職課程 甚至有一陣子我們比較嚴格是 我們給你孩子排療癒課程 譬如說他有25堂課 家長如果有缺課的話 對不起孩子不准來做療癒 因為實際上我們都知道 孩子的發展障礙是長期的 不太可能靠一點課程就好起來 就可以趕上了 很需要家長長期的 自己知道怎麼樣去帶 怎麼去教 甚至包括將來長期的規劃 都非常重要 那課前我們會認識 孩子讓家長了解 為什麼要做這個療癒課程 它是怎麼用的 課後我們會討論 而且家長有家庭作業 所以來我們中心上課 其實還蠻有壓力的 因為他要家庭作業 那我們有一些專門的親職課程 還有長期 我覺得自己最 覺得最重要的是長期的支持 未來方向的諮商輔導 當他不知道方向的時候 他聽說早療效果這麼好 三歲以前做了就是以後的十倍 我拼命做 然後到了六歲 我注意一下 就發現說他們沒有概念 他們到處去跑療癒 一個禮拜可能排得滿滿的 周一到周六排得滿滿的 累得要死 然後到了國小他就很傷心說 我怎麼早療做那麼多年還沒有好 所以我們在告訴家長要做早療的時候 告訴他很重要你要早期開始 可是絕對不要告訴他你做早療就沒事了 也不是要傳遞一個錯誤概念 就是靠早療 你大概就可以了 絕對不是 我們都知道自閉症過動症會好嗎 我們有絕對的啦 不過大部分的表現都還留到長大成人 所以現在非常流行成人診斷 我現在門診已經不只是小孩了 家長一個個都承認了 我自己也是 到現在還有 那都有 非常明顯 以前我們看的沒有那麼仔細 沒有醉了那麼久的時候 家長常常都不承認 我們都沒有問題 兩邊雙方都沒有問題 他有問題 突變 到現在是每一個都有 要不然就他有 甚至越來越多是 父母雙方都有 我自己非常驚訝 我以為這樣遺傳應該是一邊的 結果沒有發現真的是這樣 真的像書上說的 像自閉症 他們會互相吸引 所以很訝異的發現 父母雙方都有的比例很高 再加上他們的家庭裡面 這個是我的30年經驗 告訴你絕對沒錯的一點 所以現在父母承認的越來越多了 而且已經有家長在要求 你們可不可以給我們開課 我也想有課 我想要知道怎麼跟別人聊天 怎麼樣打入那個小團體 所以家長非常重要 還有 有的孩子我們看起來 真的他那個白目的情況 還有某些情況真的蠻明顯 做了療癒會有進步 可是長期還在 所以將來的規劃就非常重要了 你那麼不散social 你要不要去做社工 或者是去做公關之類的 你的評估出來看得很清楚 你的視覺學系很強 你的空間概念很強 但是OK你走那一方面 你很專長的 可能語言很差很差 所以就那個規劃其實就非常重要 還有讓家長了解 不可能我的療癒會讓你完全好起來 沒有自閉症了 你會有一些這些可愛的特質 繼續留著 那你怎麼去規劃它 怎麼接納它 我覺得內觀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是自己35年的經驗覺得 我們任何一個專業人員 這個責任不一定要給醫師 醫師有時候做不到 說老實話 我們任何一個專業人員 假如孩子在你手裡跟你關係很密切了 跟家長也有了良好的關係的時候 真的要學一學去帶他去看清楚 將來怎麼做 當然我們也不見得每個人都知道 那需要真的要長期經驗 還有一個大團隊的討論 那真正了解 什麼是將來可以長期幫忙他的 我發現在我的個案裡面 從小他長期規劃是正確的 到後來都沒有答問題 即使智力很好 你規劃不正確 你硬著頭皮要闖 去走你那個弱勢的地方 或者是人定勝天 我要跟老天鬥 我就是不要這個 我要你跟別人一樣 那個是很淒慘的後果 好 所以家長輸壓也很重要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習慣去 關心一下家長 我的家長你們發現 很多有肩頸痠痛 還有有失眠 焦慮症 憂鬱症的也一堆 他需要幫忙 我們知道家長不好的話 孩子會好嗎 我長期發現家長影響 家長的情緒 跟他的應付挫折的能力 跟孩子的餘後最有關係 如果家長還能應付壓力 壓力 情緒穩定 孩子情緒又穩定 這個將來大部分都沒有問題 我們會幫忙他 情緒不穩定 壓力太大 家庭功能已經沒有辦法維持了 那個是非常不好的 畢竟他還是孩子 不可能因為我們把他 某個能力提升了之後 他就能夠應付長期一輩子的事情 所以我們有蠻多時間是花在應付家長 我甚至看到後來 越來越多時間是看家長 跟家長討論 那當然我們要家長支持的團體 那要告訴他資源 好 那大概我就把我們 因為時間有限 後面的演講很精彩 所以我得快一點 可不可以有人幫我看時間 因為我發現這裡面沒有鐘 我這樣子不太有那個 這裡好 你幫我說 還有五分鐘嗎 不是 還有五分鐘了 真的 好 那我得快一點 因為這個是我們最大的特色 我現在才開始講 好 那我講得很快了 對不起 因為老人家話太多了 因為做了35年 好 那對高功能自閉 我們為什麼要設定高功能自閉 壓力不穩定 因為我們發現說中中度的 中中度的自閉症 其實各位都做得很好 很多機構在做 那譬如常庚也在做 所以我們發現說 輕度的跟高功能的 尤其智力正常 甚至智力不錯的 自閉症孩子 不太有人管 因為你就還好嘛 沒有那麼嚴重 那有些人甚至診斷不出來 可是就很怪 造成一堆問題 我們發現他們的社會 將來才是大炸彈 因為他智力好 能力好 然後他又情緒不穩定 遭受了很多挫折 你想你那個三大症狀 會給你很多的挫折 所以裡面怨天有人 很多怒火 所以這些實際上是很可憐 他們只要稍微幫忙一下 其實可以真的發揮能力 然後對社會很有貢獻 不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從民國91年92年開始 我們就選定了 高功能支援阿斯伯爾症 我們要做比較完整的一個服務 所以我們開始閱讀資料 包括這些書籍 我們討論設計課程 好 這個超連結是 點他一下嗎 咦 不對 超連結要這麼做 對不起 第一個 要滑鼠 點他一下 好 我們怎麼設計的 那時候我就親自帶著 我們是 要滑鼠了 好 那我們就親自帶著 然後讓所有的治療師 我們有PDOD ST 然後心理師 特教老師全部一起 不是只有某一個師來做 因為我們發現 團隊合作非常重要 而且你在帶這些孩子的時候 其實需要也了解一下 別人的領域的東西 所以大家一起討論 然後我們 這是其中一部分 譬如說我們可能要訓練 某一部分 打招呼 眼神接觸 那有兩個班 那所以每一個班 都有家長說明會 第一堂課一定要跟家長說明 這個課程的功用 你的家庭作業是什麼 你的規矩是什麼 你要上課 那當孩子去上課的時候 那這一堂他沒有 所以他 對不起 他家長必須來上課 我們就一系列的 到底什麼是高功能治病 那他的療癒計劃要怎麼做 然後一系列的去瞭解 他的情緒行為問題 他的動作協調的問題 他的語言溝通的問題 整個給家長一系列上課下來 那當然治療師上課到一段時間 他還會有家長說明會 告訴他孩子的表現 然後你應該怎麼做這些部分 好 所以的意思就是說 有治療師跟孩子上課 那治療師也會跟家長解釋 上課的發現 然後孩子怎麼配合 那另外一團的專業人員 都有給家長另外上課 所以家長會有一個完整的一個概念 語言怎麼訓練 回家動作怎麼訓練各方面的 好 這類似的 所以就是我們會發現說 在早期的時候 在早聊剛開始做的時候 我們請家長來上課有用 可是後來沒有用了 因為他不想跑 而且課證蠻多了 所以孩子來做療癒的時候 他必須來 那時候帶他請家長一起上課 這會比較有效 而且是針對這一票小朋友的家長 就會同質性比較高 那大家需要需求也比較多 所以大概也是這樣子 就是一定會有一個暖身 然後和後家長之上一定有 好 OK 所以各種部團資料室的搭配 這個大家就去看 我們親職有各式各樣 所以我們放了很重的比例 是在親職的代量 包括他的技巧 行為處理 怎麼幫忙他的各方面的發展 包括他自己的紓壓 讀書會 各方面 還有讓他一起 甚至療癒的時候 讓他到Wawei Mirror後面去看 治療師怎麼處理 有的是請他進去 然後甚至一起帶他 然後讓他做Co-Sherapist 讓你當場練習給我看 那你怎麼處理孩子的問題 這些我們發現非常實際 有用 那不是只是跟他講而已 好 那也有個別跟團體 那個別課程都有 好 這不必 所以我們現在的課程有一張大標 包括個別的 包括注意力訓練的 我們還有ADHD 各種不同的需要的課程都有 好 不同年齡的 這個大概都有 那每一個課程他們通常也都有他們的理論基礎 都有唸書然後去參照去做 OK 好 那我們現在他們在做 自閉症的話在做ESDM OK 還有ADIR OK 好 所以這個 所以每一個班都有他特定的對象 特定的年齡 不同的能力 然後不同的目標 那家長要配合的事情 這些都有 好 那從學齡前一直到 我們是到中年級 一直維持他上去 因為發現國小低年級還非常重要 常常出問題就出在國小低年級的適應 OK 好 那這些班 所謂的SC班 特別就是對高功能自閉症的 Social communication的訓練 包括情緒各方面 所以不同年齡有各種班 社會互動班 那當然孩子有的有溝通的問題 特別是語言溝通的問題 那就有語言的敘述班 或者是溝通的班都有 OK 不同年齡的 不同的 那小公主班很有名 因為是針對一些女孩子 特別覺得自己是公主 全世界都好聽她的 然後又很聰明 又很漂亮 讓他們來上小公主班 然後進來就會發給他們 一個很漂亮的徽章 你是小公主 那小公主有什麼特質呢 要尊重別人 要有禮貌 所以很有效 這些 後來他們就去模仿小公主 對 所以我們知道自閉這個孩子 modeling很重要 你不要光跟他講 所以蠻有趣的 所以治療師真的 你看一個漂亮的徽章 公主徽章 所以治療師就是花盡了心血 就知道這對孩子我要怎麼去帶 他們花了很多心血去討論 然後我們從93年開始到現在 十幾年了 就是發展出各種不同班 我現在很難跟你介紹 就是因為各種不同的班都有 而且不同年齡都有它的特色 那蠻有趣的 所以他們有他們的理論基礎 然後去帶這些孩子 不過當然很難纏的就是 小公主的背後通常有皇后 你還要去應付皇后 那OK 他們也拍了很多錄影帶 課堂上的錄影帶給家長看 我家長看到簡直不相信 我孩子怎麼可能在團體裡有這種情況 那老師你怎麼這麼處理 一大堆問題就可以跟家長討論 好 我的時間到了 所以我就把最後一張放給大家看 好 這個也是 那可以看到他們用很多 跟我們要訓練的遊戲 用遊戲的方式把它納進去 他們很精心的設計遊戲 我覺得這個以後可以出書了 對 很精心的去設計某一方面的遊戲 來跟他們訓練這些各方面的東西 所以在自閉症的方面 我們可以說從基礎能力 語言溝通 動作 然後到他的社會情緒 溝通這一塊 都有一些相關的班 那這個大概是我們中心 對自閉症的一個服務 甚至為了比較實際 我們還用發票去告訴他們那個 你買東西多少錢 然後是什麼意思 那些的 好 所以讀書那些的 所以到最後我們會覺得 一個足夠的空間 足夠的專業人員 給他們足夠的support 還有包括我們的資訊系統 我們隨時可以互相看到對方的資料 然後可以上去 那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概這是我們這十幾年來 對自閉症的一個服務 目前做到這樣 那當然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我們只是醫療系統 能夠做到目前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讓我的報告到這裡